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达基尤丁 今天提成2020年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修正法案一读 把颁布安全区的权限从首相移交到国家元首 变相削弱首相的权利 法案也阐明一旦政府颁布任何地区为安全区后 必须尽快提成国会两院辩论 同时法案也修改国安会法第六条文 删除副首相担任副主席的字眼 并赋予理事会主席权利 从理事会成员中委任一名副主席 为了确保理事会情报不会外泄 法案加强刑罚从原有的监禁不超过两年 改为不超过五年 交通部副部长哈斯比透露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有超过10万人注册成为电照车司机 不过目前的电照车执照只允许载送乘客 不能够运送货物 因此部门正在拟定使用摩托车运送包裹的条例 并将这项服务命名为包裹造车 预定年底敲定相关管制条例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接获1721宗儿童性侵案投报 根据警方记录 强奸案占了651宗 344宗非礼案 106宗乱伦案件等等 目前政府从预防法律和干预等角度 试图解决恋童脾性犯罪 并计划在学校举行儿童安全运动 修改2017年儿童性侵罪刑法令和加重刑罚 夫妇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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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跨 婚子侵罗 提侣网